我们出来了 这一片地方 它是个风情园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在里边待几天 很安静 晚上睡觉睡到 这个早晨都起不来 因为太安静了 很舒服 下次来的时候 还可以来这边来 出去 出去这个口之后 得去那个 加个油 市区没有柴油 所以我们只能到中市区边边上 加油 多少钱 又卦了 又便宜了 你好 没有 在吗 你等会儿倒过去呗 我说你等会儿倒过去 大车 那大车不知道加没加 现在油又便宜了 用快加零号的了 280 青龄 负的油不需要加了 看我们这又回到了 哪里 这边今天停的车这么满吗 停路边来了 我的天 看来我们要停偏一点 我们要停到一个 偷挂那位置 那边人少 这边大家都懒得走 所以车听的比较多 你哥等久了吧 没事没事 没事 好像是顶上了 停上了吗 架子 架子停上 稍微往前这 感觉差不多了 那个位置 我们又再次回到了这个停车场 坐上了里哥的车 我们现在准备去一个巴扎 今天赶回来就是为了去那个巴扎 可惜今天天气了 有点沙尘天 我们现在来办这个新疆的边防证 它这新疆的边防证在这个 我那天来的这个 卡尔国际自驾车与房车营地 这个地方办 今天是周日 他们这边也可以办 综合服务大厅 由帕米尔景区 祝塔什库尔干县 三个人 三个人 拿三个 那么三个 三个是吧 去哪个地方 塔县 去几天 能去几天 能玩几天 先填个五天吧 反正一个星期就行 万一咱们在这不走呢 对 路上又耽搁了 到那儿到期了 来 三个 好的 谢谢 没事 通行证 中国边境管理区 我们又拿到了新疆的塔县的通行证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塔县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来的喀什地区比较有名的牛羊巴扎 这边据说是动物比人还多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看看乡村巴扎 看这边小摊上的这些烤羊肉串 看起来比较美味 我们再来看看这边是啥 这边好像是羊肉汤 你看这大锅煮的羊肉汤 我们来看一眼 肉多点 还有肉多点 我们看就在这边坐下 咱们这有红柳的 可以 红柳烤羊肉串 它这边牛羊巴扎 就是外边有吃的 有喝的 你看这边坐的有多少人 然后呢 这是真的接地气的地方 全部都是坐的人 我们这个拌面先来了 它这边的拌面 我刚才吃到一半的时候 看了一下 看了一下老板怎么量这个面 等会给大家看一下老板怎么量这个面 我们先吃吧 关它吧 这面好 卤比较少 但是面本身比较好 这个 这个才叫 红柳 哇好烫 棍子还有点烫 看看这 这比盘子还大 没对比就没有伤害 看这个碗 看这个碗 我的天 我先来一串吧 一人一串吧 你分了剩下人家退不了 怎么可能 我这一串是吗 这个就是肉的原味 没什么调料 这烤羊肉的原味 最好吃 这到了集市场吃的这些东西 这比在餐馆里面吃的要稍微粗糙一些 但是味道更好 20块钱 20块钱一串 在我们那烤羊肉串 能穿20串 都不止40串 味道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就叫在这边叫靶子面 你看那个老板要开始往手捞了 捞出来之后放在这个冷水里 然后呢 手进去搓了就 直接就 搓凉了之后 再用手捞出来 我们这个面 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味道还是可以 好 我们吃饱了 这就是我们刚才吃的那个靶子面的面锅 它这边是冷水 煮完之后呢 放在冷水里边浸一下 这边就是面汤锅 吃饱了 看这边的抓饭锅有多大 这边抓饭锅 已经吃的这么大一锅 吃剩这点了 卖牛羊的还有 啥东西 石榴 石榴汁 多喝石榴汁 石榴和 石榴和什么 酸奶啊 没有 是水石榴 这么酸的吗 对 这个实在是叫上名字 这个东西叫Salondog 你看他们用那个冰碗 里边弄的那个 巴哈哈一样的奶味 这一路上就在这吃这个东西了 看看人家这个烤包子要怎么包 很快的包的 包好了之后呢 就是这个样子 它这个包子不是很大 放在那个坑里边去烤 这个巴大它只有周日才有 不是说每天都有 一个礼拜就开一天 看着红六串 这一串 就是我们刚才吃的那一串 一串就吃饱 绝对吃不下第二串 这是包包子的 洋葱和羊肉混在一起 总算找一件水了是吧 那是囊坑刚出来 你看 他们的这个羊肉 是从那个坑 囊坑里边出来的 红六串 我刚才看你拿下囊坑 它还要往坑里边撒水 要靠水蒸气焖 看看那刚烤出来的包子 这烫不重要 看看哇还烫熟这个包子 刚刚烤出来 这家就是卖烤包子的 就吃一个尝尝吧 你看它背后的这些东西 这是盐 吃哇烫烫烫 吃之前要把这些盐抠掉了 哇烫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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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不动 扣完了 它这个面还吃 很多肉 不能再吃了 太饱了 现在我们进入了这个牛羊巴掌 这里边真的是动物比人多 看我们回头一看 这边全部都是牛啊羊啊 都在这边在交易 这边就是都在交易牛羊 在谈价格 很多人都在这边直接就买牛买羊 这样的景象也很难见 难得一见 找到一个制高点的位置 看看这边人头传动 这边是羊渠 全部都是羊 然后我的背后呢 这边是卖卖牛的 大型牛类都在那边 这边都是小羊 这边真的是人头传动 这个孩子在惨叫 不敢进去怕被踢啊 那我们要不要进去 进牛区里边去看看 进绵羊区里边会比较安全一些 进入了牛区 这边 他们这边的奖价商量价格也是一样的 不明讲 就是两个人揣在兜里边握手手上的价格 然后成交就成交了 然后又不让外人知道 我的天 这个 这个太壮了 这牛 这么强壮 我刚才进去的时候 突然发现我穿的是红的 所以就是有点危险 我们先出来吧 这个 干嘛 我这个服装容易引起动物狂躁 比较危险 我说怎么都在看我 因为我正拍的 那个红色反应是红色 穿的红色 这边是马的交易区 反正这边就是牛 马 羊 的宠物交易区 这边的味道很重 看这俩嘛 摸鞋的你倒是过去啊 哈哈哈哈